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回到警报现场 这个国片票房动辄上亿 是不是美好的时光来到了 或这中间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每一个导演 因为毕竟买票进行戏院的 每一个观众所要看的就是导演怎么讲故事给我们听 不管什么故事 你是物色事件也好 你是老兵的故事也好 你是那些年的校园青春热血片也好 都是要跟我们大家说故事 刚刚我们提到一部新片叫做《念影子》 这里面呢李佑玲导演要说一个故事 老兵的故事我们也听了很多了 那我问一下李导演 你怎么样把这故事说得让年轻老板 年轻的台湾民众 能够有那种 事实上《念影子》在写这个剧本 这个两年多我写了四次稿 一直在讲怎么样来说这个故事 现在再来拍《老兵返乡》 《天轮梦回》 会不会太老梗了 谁还要看 但是这个《念影子》又不是单独讲这个 他又讲大陆儿子来台湾叫做探亲 台湾是异乡变成家乡 大陆儿子来他的爸爸的家乡 看看老爸爸 这个就比较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说 怎么样说这个故事才精彩 我们从《九把刀》也好 或者从这个《魏德胜》也好 或者从《斗子》 《纽承者》导演也好 说故事完全是一个新时代的方法 我们这些比较资深导演 讲人就还是比较着重在传统 新的讲人的话 我不太会切那个分场跟分场的感觉 《面影子》就是三个大时代 1949、1999、2009 三个酒 一夹子一个轮回 中国人讲一夹子就会回到那个最原点 最原点是什么呢 可能是那个面团 可能是家 可能是家乡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当时讲这个主题是严肃了一点 刚刚梁岚老师讲 《面影子》都没有什么商业性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我的感觉是 希望用一个比较文学性的名字 把大家先吸引 他到底在讲什么 是不是故动玄虚啊 然后底下有一个英文名字 慧仙老师讲叫Full Hands 什么四肢手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那从这个力量能够勾起 我们想要去了解《面影子》 因为现在一部电影的行销 我觉得方法很多 但是《面影子》行销 仍然是要靠文字 要发动地步 刚刚讲到就是有一点点悬疑 是悬疑 那年轻人为什么要为这部片走到戏院 年轻人为这部戏院走到戏院 就里面有年轻的观众啊 有张艳明啊 现在台湾这个也很受欢迎啊 好像前段时候他拍那个电视邻居剧摔下来 什么脊椎受伤 很大的新闻 张艳明 他里面讲台湾最年轻的一代 当他们忽然有一天悬疑 你怎么我多了一个大陆的妹妹怎么回事啊 他那个同事就问他说 哎你怎么是不是你女朋友 他说你不要乱讲 这是我妹妹啊 他说你怎么忽然多了一个妹妹 这是悬疑啊 他也不好讲啊 他说你讲给我听听看 他说哎呀很复杂了 就是从1949开始啊 这个就是一个悬疑 我不可能讲1949 那个大环境的历史 那个谁要看 年轻人也不关心 我主要讲当代年轻朋友 怎么样去交流 你在校园中 大家互相交流 忽然之间 校园中多了一个年轻人 是大陆来的 将来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那你怎么去交往 他们就有手机就可以交往 简讯 大部分上叫短讯 那我请教一下梁阳老师 你怎么样看到这部片子的 票房的这个潜力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面影子是未有吸引观众的 比如说文学界在前两年 农印台出的大江大海 它的体裁也非常严肃 但是它是从个人的家史 一直写到两岸的大时代 面影子完全一样 它也是从主角 一个个人的家史 再扩大写到这六十年 两岸之间怎么交流 第三代 他们之间怎么交流 我觉得它聪明的地方 是用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家族史 把它扩大成三代人 两岸的不同的儿女 互相怎么争正统 怎么争这个民愤 然后从彼此的恩怨之中化解 大和解 我就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 有启发性的一个电影 好 那如果本土的观众 就是完全在台湾长大的 这个本省人 你怎么样看 我觉得没有问题 他们能够带路 因为他有年轻的一代 他年轻的这个儿子 第三代的台湾儿子 跟大陆的那个女儿 彼此之间很容易就交流 甚至透过简讯 透过打电话 很容易就交流 好 问一下慧欣 就刚刚依林你讲到说本土的观众 可是我们连发生在美国 发生在欧洲的故事 故事我们都能够 那不是跟我们关系更远 我觉得重点不是那个故事 是不是老梗 其实人类的情感 是人类的 都是基本的 有一些基本的元素在里面 那当然加了很多新的 新的发展 新的进展 那我觉得当然最有趣的是 那个第三代 你可以看到那个第一代 念之在之 他对不起这个 对不起那个 然后经过第二代 他觉得他想要把问题解决 到了第三代 没有什么对不起这个 对不起那个 我们就是很开心很快乐 我多了一个妹妹 你多了一个哥哥 我们在新时代的交流 每一件事对我们都是新奇的 通用手机拍下来即时拍 就是那个三代之间 处理那个生命中 那个沉重的议题的态度不一样 光这个我就会觉得是 李导演真的非常的厉害 把这个我们过去觉得 我们一听到的故事 我们觉得好像是以前 就NO NO NO 我觉得他有太多新的元素在里面 那赛德克巴黛讲的是一个原住民 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故事 那他有太多的情节 我们不是更难懂吗 甚至他整部电影 全部都是用我们不懂的语言 在进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我觉得那个 这个电影故事说的好不好 然后他那个情感真不真挚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 观众进去的时候 会不会有很 要事先做一大堆功课 才知道这些人在干嘛 我觉得面影子 完全不是一个这样的电影 所以很容易接受 很容易的 那么回来问一下李温宁导演 就是说你在这部片子 这个从一个发想到选角到拍摄 这个过程 要不要跟我们谈谈你的这个快乐跟心酸 快乐就是说我是台湾电影的老兵 那今年还有新的作品能够完成 我觉得这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一个电影导演 应该有新的作品要能够拍出来 那不管你是不是老梗 还是老梗中有新意 那都要用你特殊的观点把它拍出来 刚刚听到梁梁跟慧仙老师讲的 我都很感动 甚至于你刚问他们 我都想要听他们到底会怎么讲 梁梁讲到这个三代的交往 慧仙也提到 老兵那一代到处对不起 对不起大陆媳妇 台湾媳妇 到处的抱歉 然后到他们儿子这一代 梁梁提到一个是真正统 我当初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有这个味道 但是我没有在文字上有任何的表现 我只有在指导戏的时候 有一点点这个味道 居然梁梁看出来 我觉得太可怕 太厉害 他是一个film critic 然后慧仙老师看出来 那个赵世锦演的这个孙女 用手机这样到处照 你知道 那个味道我在剧本里面有提到 手机影像新时代 交往没有任何的负担 事实上来讲 面影子给我最大的冲击 就是在一个老梗中去发掘 他的新的感情 世界各地 我们看过所有故事都是老梗嘛 只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讲 不过刚刚听到慧仙跟梁梁这样子 喜欢这部电影 我个人都讲不出话来 我真的很感动 我希望这个身体还挺硬朗的 再继续拍电影吧 谢谢 不好意思 让大家再看一看 非常感谢 我想我们今天要谈那个话题 就是国片 未来要怎么走 我想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们每一个人做个结论 就是对于国片未来有什么期许 你要期许电影导演呢 还是要期许观众呢 还是要期许我们的这个政府主管单位 怎么样让台湾的电影 不止在台湾发光发热 在全世界都能发光发热 先请李导演 我期许我们年轻的这个电影导演 或是广义的讲 年轻的世代的film maker 要勇于走出你们的下一步 不要怕任何的事情 要去拍拍电影 拍出来才能够完成这个作品 当电影还只是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梦子完成了一半 一定要把剧本拍出来 那今年我的感觉 这个力量越来越大 那我也希望台湾的投资老板 能够多来支持年轻朋友 让他们有机会拍 对 我觉得就是比较多的资金 投资者要看到这一块市场 不是为了理想而已 实际上面它是有利可图的产业 我觉得各方面继续努力吧 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梦想 太好了 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大家谈得很开心 也非常的热烈 国片的票房动辄破裔 美好的时光果然来了 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 需要整个产业从上到下 整个台湾的社会 从上到下一起来支持 所有的观众朋友 多多去看我们的国片 当然看所有的电影 另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电影导演 不要气馁继续努力 相信这个票房会给你回馈 当然我们也很感谢政府在各方面 愿意支持国片 那么让它成为一个 在全世界发展的一个文创产业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上个来宾的参加 我们下回